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成都天气 济南 今天白天因早晨 东南部地区局部有零星小雪 降水概率30% 东北风3-4级 阵风6级 最低气温济阳区 商河县 南山区 起步区零下3摄氏度左右 市区及其他区线零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6摄氏度左右 更多详情 新一股冷空气加雨雪今夜道 济南最低零下7摄氏度 下周还有雨雪 山东 今天白天 全省天气多云转阴 早庄 林仪 日照 自博南部 维方南部和半岛地区有雨加雪 林仪局部有小到中雪 北风 宾州 东营 维方 日照和半岛地区3-4级 增强到4-5级 阵风6-7级 其他地区2-3级 增强到4级阵风5-6级 最低气温 冰州 东营 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 零下3摄氏度左右 河泽和济宁2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零下1摄氏度左右 最高气温 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摄氏度左右 河泽和辽城8摄氏度左右 其他地区6摄氏度左右 成都本地 首站济南 知名歌手官宣演唱会 2月28日 凤凰传奇官宣演唱会登上微博热搜 林花宇曾义在微博官宣2024巡回演唱会 首站济南 4月20日 周六 农历3月12 仪 看秀 听歌 蹦迪 万人大合唱 微博 济南这两家公司被立案侦查 关于济南市红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通告 济南市红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济南市及周边地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涉嫌犯罪 我局已立案侦查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快速全面准确搜集犯罪证据 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维护国家金融秩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凡在济南市红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参与集资的群众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 到公安机关指定地点进行登记 登记时填报集资参与人登记表 并需要准备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银行卡复印件 银行交易明细 支付宝 微信交易明细及复印件等证据材料 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 未按要求登记 提交材料的 是为主动放弃相关权益 由此产生的不立法律后果 需自行承担 请集资参与人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相信并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对于故意编造虚假信息 滋事扰虚的人员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济南市公安局 莱坞区分局 2024年2月26日 关于北京铁骑科技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通告 北京铁骑科技有限公司 在莱坞区 刚成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涉嫌犯罪 我局已立案侦查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快速全面准确搜集犯罪证据 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维护国家金融秩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凡在北京铁骑科技有限公司 参与集资的群众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 到公安机关指定地点进行登记 登记时填报 集资参与人登记表 并需要准备本人身份证 及复印件 银行卡复印件 银行交易明细 借款合同 借款凭证元件 及复印件等证据材料 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 为案要求登记 提交材料的 示威主动放弃相关权益 由此产生的不立法律后果 需自行承担 请集资参与人 依法合理表达诉求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相信并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对于故意编造虚假信息 自事扰虚的人员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济南市公安局 莱坞区分局 2024年2月26日 济南这个重要片区 最新消息 济南这个重要片区 最新消息来了 山东三市 最新人事任免 东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3号 张峰为东营市民政局局长 博纯全为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长 秦志超为东营市审计局局长 博庆良为东营市 由地孝融和发展办公室主任 免去 赵永刚的东营市民政局局长职务 金向辉的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长职务 魏光清的东营市审计局局长职务 博纯全的东营市 由地孝融和发展办公室主任职务 特此公告 东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7日 东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4号 东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 根据东营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连俊峰的提请 于2024年2月27日任命 齐友峰为东营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秦志超的东营市监察委员会 委员职务 特此公告 东营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7日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9号 德州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21次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 任命 免去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8日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0号 德州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21次会议 根据德州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周鹏的提请 任命 周长青为德州市监察委员会 委员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8日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1号 德州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21次会议 根据德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许晴的提请 免去 张鸿生 李中东的德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8日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2号 德州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第21次会议 根据德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许晴的提请 批准任命 赵亮亮为平原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德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8日 1.任命免去 2.任命 赵湘国李世强 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习建霞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 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陈海军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庭长 陈茂华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执行议庭庭长 张杰 盛兆林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湖新区审判庭副庭长 史堡磊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 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王眼晴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副庭长 王露露为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 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员 免去 江爱明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局执行议庭庭长职务 张杰 盛兆林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 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陈茂华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 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史堡磊 王眼晴的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湖新区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陈庆文的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 三任命 梁玉智为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免去 刘洪武的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刘娟的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员职务 四批准任命 刘娟为四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鸿为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免去 李鸿的四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梁玉智的邹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成都天下 哇哈哈发布感谢信 官方提醒 别买 停止使用 左立 心直明确 易渔船在黄海北部沉没 三人失联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据报 2月27日0810 易渔船在黄海北部38-41.0 N123-43.01附近水域沉没 三人失联 请过往船舶注意搜寻 如有情况 向大连市海上搜救中心报告 央视新闻 广东清远已出终生 坠楼身亡 2月28日 广东清远青城区发布通报 2月25日19时09分左右 青城区周星第一处级中学 发生一起学生坠楼事件 痛别 她已去世 终身未遇 2024年新春 志愿者为刘奶奶拍摄的照片 2024年2月27日12时许 清华日军为安抚制度受害幸存者 刘年珍老人在湖南岳阳县去世 享年107岁 刘年珍 1918年4月生 湖南岳阳人 刘奶奶婚后 无法生育 从弟弟那过继了一个儿子 一直由养子在照顾 刘年珍奶奶 曾是中国大陆地区 年龄最大的受害幸存者 截至目前 经上师大 慰安抚问题研究中心 调查确认的 中国大陆地区 登记在册在世的 日军慰安抚制度 受害幸存者仅剩8人 今年2月22日 新认定一位受害幸存者 他们等了一辈子 也没等来 那句道歉 南京立即向慰安所 就指陈列管 上师大慰安抚问题研究中心 新华网 爆料热线 053181935883 爆料邮箱 sublxw at 126.com 你点一个再看 痛别 他已去世 终身未遇 首站在济南 知名歌手官宣 济南这两家公司 被立案侦查 山东商报 北京西路瞭望 解析时政热点 讲述幕后故事 提供高端资讯 去年以来 江苏着眼推动 干部敢担当 善作为 系统谋划 综合实测 出台进一步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 20条措施 各地及时出台 有关配套制度 逐级强化责任 以组合权 推动干部 干事创业的导向 更鲜明 动力更强劲 活力更充沛 让担当作为 未然成风 为全省高质量 发展大局 汇聚更强动能 距离助魂提能 激发感为 善为内生动力 发展每月升一个层级 干部能力 也要提升一个能级 面向新征程 着眼解决 干部不想为 不敢为 不会为 不善为等问题 从省级层面 到地方 鲜明聚焦 服务高质量发展 和中心工作任务 做到同向发力 同频共振 按照干什么学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针对干部知识空白 经验盲区 能力弱象 精准开展专业化培训 和实践锻炼 全面夯实担当作为的 基本功 无锡出台实施 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40条 细化落实举措 聚焦培养 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 实干担当的专业干部 坚持专业培训 和实践历练相结合 大力实施 党政干部专业素养 锻造行动 进一步围绕构建 465现代产业体系主题 分级分类 开展现代产业 科技自立自强 数字经济 党的建设等专题培训 累计举办 1100余个培训班 培训干部 12.2万人次 进一步深化落实 年轻干部拙扑计划 累计选派406名干部 到极难显重岗位压单 磨练状筋骨 让有为者有为 强化重实干 实际用人导向 选好人 用对人 是最有效 最直接的激励 把担当者用起来 主动担当 就会蔚然成风 是激励鞭策 也是在接再厉 奋勇前行的冲锋号 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 长洲召开万亿之城 在出发动员大会 一批企业 单位 个人领到了 陈甸甸的奖牌 满怀激情 奔赴岗位 万亿之城在出发 关键是要 以人的在出发 精神的在出发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出发 近年来 长洲出台支持 鼓励四感十二条举措 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十条举措 大力在服务保障 532发展战略 新能源制度建设 等各种极难险中任务 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每年拿出不低于 百分之十的直级直数 用于专项激励 过去一年 六十余名担当作为干部 得到提拔 或进一步使用 七十余名 在极难险中任务中 扛硬活 打印账的优秀干部 优先晋升直级 为着力破解制约干部 感为难点读点 各地进一步发挥 考核指挥棒作用 树立讲优法列的 鲜明风向标 持续优化完善 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探索用好 建立干部担当指数 评价机制 统筹直级 直数使用等真招实招 以鲜明用人导向 引领干事方向 淮安聚焦考准 考试干部实际含金量 探索领导干部 担当指数评价办法 依托每季度干部实际 计时考评结果 深入分析结果背后 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 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 发展成果与成本代价等情况 通过对考核对象同类规集 分类排序 确保同一赛道的干部 同场竞技 推动考评结果的贯通使用 去年上半年测算担当指数 排名前30的干部中 已有进半数或提拔 进一步使用或进升值级 为担当者担当 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多亏了园区实施的 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 白名单制度 我们的新药研发 才能如此顺利 近日 浦方生物制药 苏州有限公司 收到了公司第三个 自主研发的 ADC抗体药物 偶联物项目 在美国的临床披建 公司联合创始人 尚晓博士感慨不已 为解决生物医药 全产业链 研发用物品进口环节 读点和难点问题 苏州自贸片区 探索实施 研发用物品进口 白名单制度 扩大片区企业 研发用物品进口 便利化举措 适用范围 助力企业 加速创新研发进程 我们进一步细化 风险报备情形 对应先行先事 攻坚克难 抢抓机遇 化解风险等 正当需要出现失误 或偏差的单位 或个人 能融接融 应融进融 苏州市纪委监委 有关负责同志说 去年 苏州出台风险报 被工作指引 更加旗帜鲜明的 为首创新 引领性改革创新 提供制度保障 为担当作为的干部 撑腰鼓劲 一年来 已累计实施 风险备案431件 泰州坚持正反向激励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常态化开展骏马奖 蜗牛奖评选 去年共表彰10个好班子 163名好干部 颁发86个骏马奖 从中提拔重用 晋升值及73人 认定9个蜗牛奖 掉下42名干部 这一正一反双向激励 既形成了奖优乏裂的闭环 也营造了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对那一反双向激励